经过一个冬天的养护 很多坏坏的蝴蝶兰可能都会出现黄叶 那么一般经过冻害的黄叶 有两种处理方法 第一种处理方法是 看一下这个叶片 有没有这种黑色的斑点 有这种黑色的斑点 我们一定要及时处理 避免它感染 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 把这个叶片给它摘下来 有多远丢多远 不要给它里面的一些细菌感染 同时我们赶紧给它用上一点杀菌药 最简单有效的就是用这种土氧杀菌剂 二眉林 因为二眉林的话 它可以对土氧进行杀菌杀土的同时 它又可以吸收到叶片里面 清除叶片里面的一些病害 我们只需要按照1比800的比例 对水连续给它浇两三次就可以了 每次等到这个土干透一点再用 那么如果说像这种状态 只是简单的一些发黄 没有斑点 没有腐烂 那么我们就不需要理会它 等到它的叶片枯萎了 直接把它摘掉就可以了 影响并不是很大 那么这就是蝴蝶兰 过完冬至后叶片发黄的处理方法 好了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